《天明山》 《天明山》本身就是在我们抓紧老百姓眼里 在他心目中就是一座神山 在山上求神拜佛的话也说很灵念 就是说都是很灵念的 就是来到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撒个箱 然后绑个黄丝带 就是预祝这个是挑战成功 就是我们这个景区这个天明山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 这个景区 这个世界上最长的锁道在我们这儿 天下第一奇观公路在我们这儿 最高海拔的那个攻击战道在我们这个景区 都是包着这个景区一个知名度 也就是我们景区打造的一个其他重点 在天明山顶上观看的话 那就是在那个过过的那个山节 这样热来热去 那就是从也是跟那个 从龙节上面修也是一个意思 真正的确确实实 老一辈有传说的那个龙 像一条那个龙都盘在山上的 守护在天门上这个整个山脉 是因为它本身就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陡峭 我们在外面的车是关了的 不让进去的 就是我们自己的车 这个上天梯也就是 也就是纯手工打造 当时造这个天梯的话 也是大型机械进不来 也就是主要是肩扛 肩条背扛 像这个天门山这个天梯 999G相当于50寸 那么高的话 天门洞这个上天期 是一共是999度 不可能吧 SU的车怎么开得上去 那么高的天梯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小 然后但是我们觉得是不可能 洗烟的话 我会给他洗这个烟花 我刚才看见 汽车从下边开上去了 今天我上来丑 跟飞机一样 还没想过 会有车开上去 我没想到它能开上去 它是真实的开上去 它是真实的开上去